只因富婆吐槽了一句饭菜太咸难以下咽 服务员就当场端起食物浇在了他头上 在场的富人们全都看待了 有洁癖的富婆跑到船边犯了血 这却让服务员又逮住了机会 只见他一把抬起富婆的腿将他丢进大海 紧接着一个响指瞬间将他拉回现实 原来刚刚只是他的幻想 然而现实却是 他只能灰溜溜地将食物端回后厨重新制作 厨师却说但凡富婆尝过一口 都不会说饭菜太咸 因为他们早就猜到富婆刁难人的小把戏 所以根本没放眼 泰迪听了快要被气炸 这群趾高气昂的富人们包下邮轮 结果刚一上传富婆就嫌房间太紧了 泰迪给他送咖啡 他却表示自己只喝现磨冰美食 他自己点了鱼肉 端上桌又嫌鱼腥味太大 想到这里泰迪就后悔 为什么刚才不真的把他扔进海岸 为了保住工作 泰迪也只好忍气吞声 可高贵任性的富婆反而更垫满加厉 他为了能在海洋深处美美的拍张照 命令泰迪用橡皮艇在他游巷深处 泰迪告诉他今天可能会有极端天气 贸然前去怕会遇到危险 富婆根本不屑 还说如果自己一分钟内上不了橡皮艇 他就要举报泰迪顶撞乘客让他失去工作 无奈的泰迪只好开着橡皮艇前往 可还没开多远 橡皮艇就出现故障停在大海中央 富婆突然就犯了公主病 一边辱骂泰迪真没用 连这么的小破船都秀不好 一边又嫌弃海上风吹日晒 娇嫩的皮肤都要被晒火了 到了晚上 巨大的温差洞的富婆瑟瑟发抖 泰迪好心让他穿自己的衣服 他反倒嫌弃泰迪的衣服又脏又臭 根本不配穿在自己身上 一直到第二天 邮轮上的人居然还没有钱来营救 泰迪为了补充能量 潜入水中寻找食物 终于逮住了一条小鱼 并贴心地给富婆处理了内脏让她吃掉 结果被富婆嫌弃地丢进水里 泰迪从没见过这么不可理喻的女人 我辛辛苦苦找到的救命口粮 已不吃可以还给我 直接丢掉简直太不尊重人了 富婆根本不予理会 自顾自地开始在小船上乱翻 她就不幸翻不出一点能吃的食物 结果意外找到了一把信号枪 拿起来就要发射 泰迪赶忙阻止 告诉她白天火光并不明显 要等到晚上才更容易被人看见 可富婆一刻也等不了了 她再在这里待下去还不如让她死 结果两人争抢过程中 唯一的子弹直接打在了橡皮艇上 求救信号没了 橡皮艇也被打漏了 两人只能趴在上面 祈祷着游轮上的人能及时前来营救 不久后他们果然遭遇了极端天气 一男一女被困在大海上 到了半夜天空中 电闪雷鸣黄蜂呼吸了 倾盆大瓢一泄而下 他们就这样被摧残了整整夜 第二天富婆醒来看到 前方出现一座小岛 两人奋力向小岛滑去 好不容易走了上来 泰迪一眼就看出 这里就是一座野生荒岛 根本没有一丝人类的痕迹 最起诉泰迪 并且命令泰迪 现在立刻马上给他弄点吃的填饱肚子 泰迪气不打一处来 狠狠地把这个小公主骂了一顿 你明完不灵道打一耙也就算了 现在已经不在轮船上了 你还想再拿我当下人一样使唤 简直就是做梦 你有公主病 我还有厌船症呢 离开了温室的庇护 你什么都不是 发泄完后泰迪就丢下了富婆 独自踏上了求生之路 甩掉了脱油瓶泰迪心情顿时舒畅了不少 还有毛毯和渔网 还有很多没用的木板 泰迪直接搭乘一个躺椅坐在上面晒日光玉 很是惬意 而另一边 没有任何野外生存经验的博美小公主 正在经受着各种他意想不到的摧残 他鸡肠露露口干舌坊 脚上磨出了水泡 像只无头苍蝇到处游荡 好不容易捡到一只海胆 可压根不知道该怎么吃 此时泰迪已经利用捡来的各种工具 制作出一个可以用来打鱼的鱼茶 很快就捕获了一只大龙虾 不久后两人再次相遇 博美看着泰迪居然能在如此绝境中大快懂 虽然很是羡慕 但他依旧不肯放低姿态 他趾高气昂地来到泰迪面前 摘下自己的金手链 还特意强调这是全球限量款多么多么昂贵 他要用手链来换取泰迪的龙虾肉 泰迪却说 你这些身外之物就算价值一个亿 在我这里也是一文不值 因为他在这座荒岛上根本没有任何用处 甚至还比不上一根树枝更真不论 之后泰迪不仅丢掉了手链 还将自己吃不了的龙虾也一并扔掉 博美看到他宁可扔掉也不愿意分给自己 他气急败坏地又开始撒泼 朝泰迪扔了一把沙子 而接下来泰迪却做出了一个 让他万万没想到的决定 富婆和穷小伙被困荒岛 两人的地位发生颠倒 为了消去富婆的气焰 泰迪一巴掌直接把博美扇懵了 他的富豪丈夫都没有打过他 这个小痞子凭什么这么对自己 泰迪了狠狠地警告博美 看到博美不服 泰迪紧接着又是眼光 接下来的几天 两人原本的身份地位彻底转换 泰迪每天使唤博美帮他洗衣做饭 博美必须对他为命是从 才能换取果腹的食物 甚至还要在泰迪睡觉时 在门口给他当看门口 毫无尊严可言 泰迪一觉醒来就立马命令博美给他做饭 博美稍微抱怨一句 泰迪就无情地将他踹倒在地 就在几天前博美还高高在上 想尽办法刁难当服务员的泰迪 现在他自己也体会到了 这种被人践踏人格的感觉 慢慢的两人也逐渐适应了荒岛上的生活 泰迪看着博美一天天的改变 那个嚣张跋扈的富婆早已被磨平了棱角 变得温顺可人 还会主动给泰迪洗衣服 泰迪也不再刁难博美 而他之前那些行为也不是为了故意欺负他 只是想让他明白生成的不义 要学会换位思考 达这天起泰迪开始教博美如何捕鱼 和各种野外生存技巧 两人在一起有说有笑 关系也逐渐变得微妙 他们是彼此唯一的依靠 博美甚至做好了准备 就算他们永远出不去了 就这样彼此相伴度过一生也挺好 然而直到这天 他们居然看到了远处驶来一艘轮船 泰迪迫不及待地想要去求救 却被博美拦住 此时他已经完全不想离开了 他希望能和泰迪一直待在这个僻静的地方 不受任何人打扰 并且表示他原本生活的上流社会 充满尔虞我诈勾心斗角 他只是为了融入那个圈子 成为和他们一样的人 所以才那么目中无人嚣张跋扈 可现在他已经找到 更适合自己的生活和更爱的人 但泰迪却不这么认为 人类终究是群居动物 脱离群体必然孤独 回归正常生活才是博美最好的归宿 如果他们真的相爱 那么在哪里都一样 说罢便头也不回地向轮船走去 不久后两人得救 泰迪看着博美的丈夫将他紧紧搂在怀里 心里有种说不出的酸楚 他已经体会过生命中快乐的真谛 这种美好是多少钱都换不来的 他现在能做的只是 从自由的荒岛回归复杂的现实 继续感受世界的变化和生命的无常